下面一个是重点 就是要分清楚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规模 一个叫做震度 现在发生了一个地震 哇这个地震好大哦 这个地震大不大 一个地震的大小有两种的说法 第一种的说法是地震本身有多大或多小 等一下会跟你讲到地震规模 第二个是你感觉上这个地震有多大或多小 一个叫做地震强度简称震度 中央上去写的叫做震度阶级 叫震度阶级 地震阶阶级 所以有两种 一个叫做地震规模 一个叫做地震强度 请学完之后弄清楚 这两个说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可爱的新闻记者经常有人乱写 把两个搞错 把两个搞错 OK 搞清楚什么叫做地震规模 什么叫做地震强度 第一要先介绍地震规模 地震规模就简称规模 是指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刚刚不是讲过吗 我们说地下沿沉受力扭曲变形机器能量 然后怕它断裂把能量放出来 它放出的能量有多大 就代表叫做规模有多大 规模有多大 这就是所谓地震规模 我们中央气象局报给我们的地震规模 用的叫做瑞士地震规模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处理 但还会有一些缺点 所以我们的讲义的下面知识快递告诉我 我们的美国地震 它所用的是所谓的另外一种地震举规模 地震举规模 不太一样 但都是规模 指的都是能量的大小 中央效应报给我们的是瑞士地震规模 瑞士地震规模 好 那么但是你会听到像美国人爆出来的 他爆的是地震举规模 跟我们中央气报的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OK 这个地震规模是一个测量 他经过计算 他的计算方式 类似你们学过的原子量跟原子量的计算方法 所以他有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 他没有单位 当然没有小数点 专业单位在交换资料会写到两位小数 他中央气报给我们个人听的 就只有一位小数 4.6 5.9 6.3 7.2 他就一位小数 他只有 他没有单位 他没有单位 没有急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他的地震会有急的 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叫做地震正急 所以他有急的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所有的规模通通都没有急 上次看到加州大地震 明明英文就是念的 比如说念的是7.2 7.2 他中文这么多的7.2级 不对 没有急 没有急 OK 如果你看到我们台湾的报纸给我写急的 他是不是直接超大陆的人超过来 超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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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有这个规模 一个规模 所以地震规模 大家都 一样 你可能要是测量结果 你可能会因为测量有误差 我们台湾说7.2 日本说7.1 这个maybe有可能 但绝对不可能 台湾说7.2 明明日本说6.3 美国说4.9 绝对不会这样 OK 对 他只有一个重点 同一个地震规模大家都怎样 大家都一样 一个地震只有一个规模 只有一个规模 大家都一样 就是keyword 重点 那么这个是稍微要记一下 5以上包括5叫小地震 7以上包括7叫做大地震 大地震 这个一个重点是我们没有真的教育规模怎么算的 你们也不用特别知道 他数字每增加1 震幅变10倍 能量会变成30多倍 我们就算30倍就好 大约是规模6 规模6大约等于一颗在广岛爆炸原子弹 所以规模6是一颗原子弹 规模7呢 2颗 30颗 规模8呢 再30倍 900颗 900颗 它不是加1就是加1都不是 它是一个对数的关系 高中会叫对数 所以每增加1能量会变成30多倍 我算30是要稍微简化来算的 简化来算的 30多倍 OK 稍微记一下5以下叫做小地震 7以上包括5叫做小地震 7以上包括大地震 考试说 现在地震规模6.3 请问它属于小地震中地震 还是大地震 叫做中度地震 中度地震 OK 就是我们要行李上次知道一下 规模只有一个大小这样划分 大家分 它的数学关系我没有交 是一个对数关系 数字每增加1能量会变成30多倍 30多倍 OK 理论上规模没有上限 能量有多大规模就有多大 但是 但是呢 目前为止没有超过8.9 8.9是旧课本的数据 一 1960年智力大地震 但是如果你上网查 你会查到说 哦这个规模是9.5 你还用的是什么 地震矩规模 瑞士地震本的 话语说是 等到很大点它会飽和 它速度会上不去 速度会上不太去 所以 我会修正掉 所以你看到9.5是什么地震 是什么规模 地震矩规模 地震矩规模 瑞士地震规模 那没有关系 人家就知道就可以了 不知道就可以了 好就是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 是1960年的 最大地震的规模最大 规模最大 到目前为止 就是让你了解 什么叫规模 重点一 它是释放的能量 因此有重点二 一是专列只有一个能量 所以规模大家都 一样 重点三 怎么样叫做小地震 怎么样叫做重地震 怎么样叫做大地震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记好 OK